大家好,我是同一頭顧分析師陳傑瑋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講座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海水退潮,誰是真英雄 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我真的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因為今天的台股真的是海水退潮 今天台股重挫了256點收在15370 那今天有什麼強的股票呢 保一跟千富金密是亮燈漲停 但是其他股票基本上是死了一片 今天就是一個極度恐慌 萬念俱灰全軍覆沒的盤 但是大家應該有印象 這種萬念俱灰的盤 幾乎盤面沒有什麼股票 要在漲的盤 意味著短線有點過度恐慌 意味著短線應該快要止跌了 當然我這邊不是說明天就會止跌 我想表達的意思是 我們現階段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等大盤止跌 等大盤站上五字軍線 不要過度恐慌 短線的沙盤 短線的恐慌是讓你布局用的 因為台股有很多的真英雄 那有哪些族群是台股的真英雄 這個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內容 大家不要走開 不要離線 你真的有事情肚子餓 想去睡覺 想去洗澡 想去上廁所 人離開沒有關係 但是記得掛在直播間幫忙充一下人氣 好那我們開始今天的一個講座 廢半回測僅限 台股何去何從 那我先問大家一句啊 你覺得現在台股是多頭還是空頭 有學過形態學的人應該都知道嘛 多頭是什麼 頭頭高底底高就是多頭 頭部越來越高 底部越墊越高就是多頭 空頭是什麼 頭頭低底底低就是空頭 那台股最近有沒有創高 有啊 上個禮拜台股是有創高的哦 那最近連續四天的一個回檔重挫 台股有沒有破前低 沒有嘛 台股沒有破前低 所以台股現在是多頭還是空頭 當然是多頭啊 從形態學來看 現在就是多頭 那什麼時候台股會翻空呢 我們再複習一下 空頭是什麼 頭頭低 底底低是空頭 所以底底低要怎麼樣 一底比一底還要低 大盤的前低 現在在15186 那所以要跌破前低 15186才符合底底 才是真正的翻空 所以現在跌破了沒 還沒有跌破 所以現在還是多頭 但也代表著台股 現在多頭的重要關卡 就是在前低15186 那我們再放水硬凹一點點好 不要做到這麼精準 15186這樣一字不差 底部的頸線現在在哪裡 15155 所以如果跌破底部頸線 其實也代表整理型態也被破壞掉 所以15155到15186 大概就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支撐 那我們抓一個整數關卡 15150好了 如果15150跌破 就是形態上面的一個翻空的 那今天大盤收在15370 距離15150還有220點的空間 所以台股現在雖然是多頭 但是這個多頭基本上也面臨到背水一戰 就像楚霸王當年在烏江邊一樣 現在只剩下220點的空間而已 如果真的跌破15150 多頭就真的無言面對江東復老了 形態就翻空了 那好 那我們就是 不管 說這個是現在 現在是短空 因為現在跌破了五日線 十日線 二十日線跟季線 或者是我們講的形態的翻空 跌破15150 那不管是短空或者是形態的翻空 差別只在於整理的時間短或者是長 其實都不影響我們對於下半年台股樂觀的一個看法 那所以我們今天會從幾個角度來探討台股後市的看法 包括聯準會的利率決策 包括經濟數據 還有包括費的停止升息後的一個股市表現 還有國安基金退場之後的股市表現 來預測台股的行情 再從產業的庫存新科技政策的一個作為股 來介紹看好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認為下半年的行情還是可以樂觀的一個看待 現在的回檔是要讓你去找買點的 好那我們先從聯準會的利率決策來看 5月3號是聯準會下一次的利率 決策的一個會議時間 那根據FedWatch目前的一個預測 5月3號升息一碼的機率是高達84% 那5月3號升息之後呢 在下一次的利率決策的一個時間 就是6月14號 那6月14號根據目前FedWatch的一個預測 不升息的機率是高達了67% 所以現在市場上 幾乎都認為5月就是最後一次升息 6月就是停止升息的時間點 那所以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意義可重大 這個絕對不是說5月升最後一次6月不升 就這麼簡單 這個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我們去回測之後 發現Fed在升息之前呢 股市的波動會很劇烈 那不管是停止升息前的一個月 或者是一季 股市的波動都很劇烈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什麼 6月14號可能是停止升息的時間點 所以你往前一個月往前一季 其實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台股確實波動是蠻劇烈的 美股確實波動是蠻劇烈的 但是呢停止升息後的一個月 一季半年一年 幾乎不管是標普500 不管是台灣的家權指數 都是上漲的 所以大家聽到這邊有什麼想法 正常來講你應該要超興奮才是啊 縱使最近的盤不是很好 但是你聽到這邊你應該要超興奮 因為假設6月14號就停止升息 那他之後的一個月 一季半年一年行情都是好的 那不就代表說6月中之後 行情會很好做嗎 所以最近的回答是讓你去找股票 讓你去找買點的時間 讓你參與下半年大波段行情的一個時間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聽到這邊今天的下跌 或者是這幾天的下跌 雖然是有受一種傷 但是這樣的一個短期的一個 這個急殺下跌 只是你在下半年大波段行情的一個成長過程中 受的一點小傷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悲觀 回答的時候我們做好準備 而且懷抱希望 好那再過來我們看一下經濟數據的一個部分 台灣第一季的經濟數據不好 包括外銷訂單是連黑 出口是副成長 景氣燈號是藍燈都不好 那第二季經濟數據會不會好 這邊先跟大家潑個冷水 第二季數據還是不會好 因為去年2022年第二季的一個經濟數據 它的基期比較高 所以你在今年2023年的第二季 你的經濟成長的數字 或者是企業的營收獲利成長數字 你YY年的一個這個部分 可能都還是維持年減 這個副成長的一個狀況 所以第二季的數據還是不好 但是呢 2023年的下半年 激期變低了 2023年下半年激期變低了 所以激期變低代表什麼 代表今年2023年的下半年 你不管是營收獲利 你不管是經濟數據出口 外銷訂單什麼之類的 它其實就會受惠到這個低基期的紅利 它轉為YOY 這成長的機會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所以當然數據好的話 也是成長的話 當然行情就會比較好做一點點 所以其實就經濟數據來看的話 我們也不需要太過於悲觀 那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台灣的景氣領先指標 未來六個月的展望 其實在2022年的10月的時候 它就已經見底回升 所以大家應該有印象 台股是不是在2022年的10月底的時候 就是落底 就是止跌了 那所以 那除了這個領先指標之外 未來六個月的展望之外 PMI PMI也在2023年的2月重回到50的融枯線之上 PMI這邊也翻成比較正面的一個看法了 那再過來 未完成訂單 减客户存貨的負值也在縮小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負值縮小表示未完成訂單越來越多 客户存貨越來越少 就表示庫存有在去化的一個意思 所以從台灣的領先指標來看 台灣的景氣確實已經是逐漸的一個好轉 但是為什麼現在市場上還是比較悲觀 因為第一個你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一個數據 還是不好嘛 那再加上說台積電的法說 其實也鋪了大家一點冷水 因為台積電的法說 這次有講到 庫存調整要到2023年的第三季 那這個跟上一次的法說講 是有一點點出入 因為上一次法說是說 大概庫存調整到第二季 那現在來講 已經變成第三季 等於庫存時間拉長 那庫存時間拉長代表什麼 就表示庫存去化速度不夠快嘛 那台積電也提到 IC的庫存堆積還是很多 那所以半導體股 這邊就出現了一些失望性的賣壓 因為整個全球景氣 復甦的力道 沒有大家原先想像的這麼好 所以最近就有一些失望性的賣壓 但是呢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下半年因為受惠低積期的紅利 所以下半年的經濟數據 營收獲利 再加上庫存調整大概也是到下半年 第三季大概就是 見底了 所以整個下半年來講 我們還是對於行情是比較偏 樂觀的來做看待 那再過來我們看一下國安基金 國安基金4月13號退場 是吧 我們本來本來是預期啊 就是說 國安基金可能不會退場 因為兩岸的關係還是很緊張 再加上2024年的第一季 1月份1月份台灣要舉行這個總統大選 所以可能不會退場 但是國安基金退場了 但是國安基金退場也沒什麼關係 因為合情合理 因為國安基金它是在萬四的時候進場 它退場的時候是將近萬六 所以它階段性的任務其實也已經達成 所以它退場其實也是合情合理 那另外我們從國安基金的一個 退場的一個歷史經驗來做回顧 國安基金過去幾年來 過去幾次的這個護盤跟退場 在退場的10天內跟退場的20天內 這個是指交易日 20個交易日跟10個交易日之內 其實台股下跌的機率是高達7成 所以確實是蠻準的 4月13號退場之後 指數就變弱了 確實這個歷史回測經驗 還是蠻有參考價值的 但是不要悲觀 因為你把時間拉長到60天 120天跟240天 所以你拉長到60天 那大概代表什麼意思 你4月13號往後推60個交易日期 大概就是7月左右 所以你其實從國安基金退場 假設你時間拉長一點 拉到7月的話 其實上漲的機率 從過去幾次的一個經驗來講 是高達7成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悲觀 就是你在一個月內 可能是會下跌的 但是你拉長到一季 它是上漲的 所以等於說它會先跌後漲 所以國安基金退場之後 再搭配聯準會可能在6月中停止升息 6月中停止升息前一個月 前三個月可能都是下跌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推估 4、5月台股的行情 可能會比較不好做 回檔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在6月中下旬之後 行情就會往好的方向去做前進 所以這邊來講 聽到這邊 大家應該又充滿信心 不會覺得說 這幾天的下跌 是不是又要崩盤了 這個多頭是不是結束了 其實我們並沒有那麼悲觀 我們認為說現在只是一個 先蹲後跳的一個軌跡而已 好那我們小結一下 就是說台股這邊第二季要怎麼做 第二季呢 其實就是建議拉回找買點 那我們總金快速的掃描一下 第二季通膨預估會持續的回落 所以這個禮拜五要公佈 美國的PCE物價指數 這邊預估是持續的一個回落 所以對股實在講是利多 那另外6月中 6月14號可能會停止升息 那俄烏戰爭跟美中科技戰 它還是持續在進行中 美元預計會從高位回落 美債也會預計會持續的一個 美債殖利率也預估會持續的一個回落 所以美元跟美債 其實都不強的情況之下 就資金面的動能來講 對台股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最近的下跌 或者是第二季的一個回檔 其實純粹只是反映 經濟數據還不夠好 那純粹只是反映 第一季的財報可能不好 那讓可能從去年11月到整個第一季 漲多的行情稍做休息而已 但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休息是為了下半年的大波段行情做準備 所以我想大家來講 應該不用太過於悲觀 好那講了這麼多 就是台股到底有哪些真英雄 那哪些是下半年可以布局的一個重點 我們先從庫存的角度來看 記憶體跟面板都是屬於景氣循環股 那我們先講面板股 面板廠LGD 尤達 群創目前的庫存金額都已經降下來的 那現在時間是4月底了 5月是繳稅的一個旺季 所以資金動能會稍微弱一點 但618是電商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檔期 那第三季是消費電子的一個拉貨旺季 所以618跟第三季之前可能就會 5月6月之後可能就會有這個拉貨潮 極端的一個拉貨潮 所以目前來講面板廠他們的庫存金額 已經處於比較低的水位 正常的水位 那再加上說618跟第三季的消費旺季的帶動之下 其實這邊來看的話 面板的一個報價是有機會可以持續回溫的 所以面板股 還有面板驅動IC的股票 其實都是可以留意的一個重點 那另外記憶體的一個部分 美光跟南亞科目前的庫存金額還是很高 但是三星因為第一季的財報太差了 三星他決定要減產 那三星是記憶體的這個龍頭 三星的減產當然就有助於產業的一個供需 很快速的一個平衡 所以記憶體的一個功過於求的一個狀況 就會快速的一個改善 會有加速桿底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雖然說目前美光跟南亞科 庫存金額都還是很高 但是我們對記憶體的一個 這個加速桿底是有一個期待 那記憶體的下游模組廠呢 他其實他的一個庫存已經降到正常水位 所以上游可能庫存還是多的 但是下游的庫存已經到了一個 比較正常的一個水位 再加上三星的一個減產 所以我們認為記憶體族群 不管是上游 不管是下游的模組廠 其實都是第二季搭回可以布局的一個重點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手機 手機這個講來就有點令人難過了 因為2022年 中國大陸的手機銷量很差 所以本來大家預期說 中國大陸解封之後 會引發報復性的一個消費潮 所以再怎麼樣 這個手機肯定都是正成長 因為去年2022年中國大陸的手機賣得非常的差 因為封城的關係 但是2023年呢 確實安卓手機他們也 手機廠也是這樣的認為 所以他們推出了很多新機 其實規格外型都非常非常的好 都很有亮點 無論是三星小米 Vivo OPPO 華為其實都非常的好 那而且大家應該有印象 如果你是喜歡買手機的人 跟我一樣喜歡買手機的人 你應該有印象 今年安卓手機的相機非常有感的升級 那三星的手機的相機本來就很好 那Vivo呢 其實這幾年也成長的非常的快速 他的一個相機持續跟這個賽斯更深入的一個合作 所以他的一個拍照也非常的好 OPPO他也找了哈蘇去合作 華為跟小米都找萊卡合作 所以整個安卓手機的一個相機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的一個外型其實也都非常漂亮 所以今年上半年推出的安卓手機的新機 其實就產品的吸引力來講是非常強的 但是這麼好的產品還是賣不動 這個銷量沒有如預期的一個衝上去 所以再加上說目前 這個手機零組件 包括手機晶片跟手機的PA 它的庫存都還是偏高 所以前陣子可能手機的零組件在漲 因為大家有個預期 這個安卓推新機 中國大陸解封應該會賣得不錯 結果現在從中國大陸的一個 手機銷量來看的話 好像沒有辦法見到比較明顯的 轉為正成長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表示說其實現在的一個銷量 還是不如預期 那不如預期 那庫存還是高 可能就會有短線的失望性的一個賣壓 但是手機零組件其實下半年還是有一個很大的亮點 就是iPhone15 蘋果第三季要發表這個iPhone15 那這一次的iPhone15 它也算是一個比較大規模更新的一個版本 因為過去iPhone14 iPhone13就是為人詬病嘛 說你這個兩支手機根本沒有長得不一樣啊 你只是鏡頭變得再大顆一點 處理器換比較新的處理器 其他什麼都一樣 根本就是沒有誠意的推新機 根本就是擠壓高的推新機 但是iPhone15不一樣 iPhone15這一次的升級是非常有感的 當然 潛望式鏡頭可能在頂規版 Pro Max 或者是名字叫Ultra之類的 它可能才會導入這個潛望式的鏡頭 但是其他的版本 它就算沒有潛望式鏡頭 它還是非常有感的升級 尤其是在外觀的部分 iPhone15的外觀跟iPhone14 會有蠻大幅度的一個變動 它不再是直角變框 它變成是比較稍微圓弧一點 所以它的外形有很大的變動 而且它導入了TypeC的一個接頭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預期今年iPhone15應該會賣得很好 那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第一個你外形變的 所以你本來可能想換iPhone新機 看到iPhone13、iPhone14 沒有什麼有感的升級 你又不想買 可是看到iPhone15 長得不一樣了 你可能就會想要換一支iPhone手機 那安卓陣營的話 因為安卓的手機都是用TypeC的接頭 其實現在全世界也只有蘋果手機 還在用Lightning的接頭 連iPad都是用TypeC的接頭了 所以安卓手機看到 蘋果iPhone15 它用TypeC的接頭 它或許可能會吸引它 轉換到蘋果的一個陣營 所以今年iPhone15應該會賣得不錯 所以手機零組件來看短線可能會有失望性的賣壓 但是第三季蘋果發新機的時候 也或許那個時候賣得好的話 又會受到市場的一個青睞 所以也是一個第三季可以關注的一個重點 那再過來就是在PCNB的一個部分 PCNB它上游的庫存還是相當的多 但是下游的品牌廠 包括Dale 包括Acer 它的庫存都已經正常 那下游品牌廠庫存正常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可能他們賣完之後就會開始啟動新的一波拉貨潮 所以大家應該有發現 最近電子五哥的股價其實表現得不錯 就是算是相對抗跌的 因為整個NB它的一個下游庫存 已經接近正常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第三季是傳統的旺季 所以市場上也會對NBPC族群會有一些期待 所以NBPC相關的組裝 相關的一些零組件主機板顯卡什麼之類的 也是第二季拉回的時候可以留意布局的一個重點 好那講完從庫存的角度 提到一些台股的真英雄之外 我們要講一個新科技的真英雄 新科技是什麼 就是TradeGPT TradeGPT其實在前一陣子 非常非常的紅 尤其是在微軟旗下的OpenAI 它推出了TradeGPT之後 其實引發市場上的一個熱潮 因為大家覺得 哇塞TradeGPT真的是太太厲害了 非常非常的強大 那 但是最近有點退燒 那尤其是今天創意啊 世新啊 加登啊 其實都跌的蠻重的 那到底這個生成式AI 這個聊天機器人 它是彈花一線的題材 還是破壞式創新的一個新科技 其實這個是市場上 大家都有在討論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認為破壞式創新的新科技的機率 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們覺得生成式AI 聊天機器人 它是會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 所以我們是長線看好 那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上一個改變人類生活的電子產品是什麼 智慧型手機 大概在2010年的時候開始大爆發 但其實2009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 這個有一些人開始在用智慧型手機 可是在2010年之後才開始大爆發 那這十年 這十幾年是不是大幅的改變大家的一個使用習慣 跟行為 好 那在前一個破壞式創新的科技是什麼 個人電腦 尤其是Windows95導入之後的一個個人電腦 所以等於所有人的辦公從本來的書面 變成全部都從電腦在做辦公 所以這個就是破壞式的創新 那TradeGPT聊天機器人這種東西就是下一個破壞式創新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認為它不是彈花來線的題材 它是一個可以改變人類未來生活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長線是看好的 那當然講到是聊天機器人就要探討這個生成式AI 那生成式AI它的驅動其實有包括三個因素 第一個是演算法 第二個是數據 第三個是算力 那演算法就是像是OpenAI 像是Google 百度 阿里巴巴他們開發的這個AI大模型 那數據當然就是資料庫 那算力就是AI晶片 AI伺服器這個是算力 所以這個都是未來有機會搭著這個聊天機器人的一個需求 跟著成長的一些新的動能演算法 這個資料庫還有這個算力這種人工智慧晶片的一個部分 那跟台股比較相關的其實就是在算力 因為台股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做硬體為主的 那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在算力這個領域其實領導廠上就是NVIDIA 那NVIDIA呢它有做一個統計 就是說AI模型它的精確度跟它的訓練的樣本數有很大很大的一個關係 那當你的AI晶片越強的時候你的訓練時間就會越短 那根據NVIDIA的一個研究 GPT3的模型需要512顆V100的顯卡要訓練7個月的時間 或者是使用1024顆的A100的晶片訓練一個月 那A100是比V100更強的晶片嘛 所以它的訓練時間就更短 所以AI的晶片越先進或者是用的顆數越多的話 訓練的時間就會越短 那所以NVIDIA它當然就是為了要縮短這個開發大模型的一個時間 它當然會不斷的開發出更強大的一個晶片 那比方說H100這個是比A100更先進的一個晶片 它就是使用台積電4奈米的製程 它叫A100提高了9倍的AI訓練 那晶片到晶片的速度也提升了6倍 所以算力的提升帶動的就是先進製程的一個需求 那所以大家想一下 如果說NVIDIA它不斷推出更高的晶片 如果你是開發AI大模型的公司 比方說你是OpenAI 你是Google 你是百度 阿里巴巴 什麼之類 你會不會需要更好的晶片 縮短你訓練大模型的一個時間 肯定是這樣子嘛 所以 順利的提升就會帶動先進製程的需求 所以台灣相關的先進製程的代工跟設備的供應鏈 還有像是ABF載板 AI伺服器的組裝 散熱PCB的一個材料升級等等 這些都是未來台股受惠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TradeGPT它自己有預估 2024年的營收會達到10億美金 那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深層式AI 它不是一個概念的東西而已 因為大家想一下 過去幾年 市場上有在炒的一些概念的東西 什麼物聯網 什麼智慧家電 你不覺得其實真正 好像也沒看到什麼實際的一個 這種大爆發的一個這個營收獲益出來 它就是一個概念而已 但是TradeGPT它不只是一個概念 它確實它的一個需求是蠻剛性的一個需求 它確實是能夠帶來實際的營收獲利 所以GPT它自己預估2024年營收會達到10億美金 那代表說它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東西 那有利可圖就會吸引更多的廠商投入 就會帶動AI晶片 AI伺服器的一個需求 這個對台灣的先進製程 還有一些材料的升級的一個部分 都是蠻長線受惠的一個部分 再過來我們講一下GPT-4 GPT-4是最新的OpenAI的一個產品 它是更先進的聊天機器人 它除了可以辨別文字之外 它可以解讀圖片 你可以拍張照丟給它 問它這個照片裡面的一些資訊 想法或者是請它生成一些創意 或者是一些什麼之類的 它都可以 它可以解讀圖片 而且它的一個正確性比GPT-3.5 就前一代大家俗稱的ChartGPT 就是GPT-3.5還要更強大 準確度高了這個正確率高了40%左右 所以它是更強大的一個聊天機器人 那當然聊天機器人 其實有用過人都知道它非常強大 沒有用過人可能不知道它可以幹嘛 除了問題之外它可以幹嘛 它可以做的是太多了 它可以寫報告 它可以幫你做PPT 它可以幫你寫論文 它可以幫你寫程式 它可以畫圖 它可以寫歌 它可以創作 它可以吟詩作對 它都可以做 甚至它可以寫文案 它可以寫腳本 它都可以做 它非常非常的多才多益 所以生成式的AI 它未來會取代相當多的工作 那當然取代相當多的工作 也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因為取代了舊的工作 就會有新的工作崛起 所以我們稱它是破壞是創新的新科技 是不為過的 我們長線看好TradeGPT 這種聊天機器人 它的一個長線的一個發展 那補充一下 就是說微軟 它除了旗下的OpenAI 推出這個GPT4 這種聊天機器人之外 其實微軟也把這樣的技術 整合到它其他的商用服務裡面 因為微軟它的云端叫Azure Azure它其實也針對OpenAI 的一個技術提供了很多的商用付費服務 像這個商用版的Copilot Copilot它就每月19美元 就是AI程式設計輔助器 給予這個Code的Suggestion 那所以就是說 簡單說 你假設你一些公司 你想要發展自己的簡單的一些 AI模型幹嘛之類 你也可以運用 這個微軟旗下的這種商用的服務 去幫你協助你去做 開發你自己的一個模型 另外就視訊軟體 我想大家在過去兩三年 應該都有用過 Zoom Google Me Teams Webass 等等 那微軟它就是Teams 那Teams它還有一個Teams Premium Teams Premium就是說 你可以用每月10美元的一個訂閱服務 它可以強化即時字幕翻譯功能 所以這個功能很強 就是說假設你是在外商工作 或者是你在國外唸書 或者是你的工作可能需要跟外國人有一些往來 但是你的英文不夠好 那或者是說你的客戶根本不是講英文的 他今天講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用這個Teams Premium的一個服務 你在視訊會議的同時 它可以幫你即時翻譯 甚至幫你上好字幕 所以我想這個 對於常需要視訊會議的人 它是一個太強大 太吸引人的功能 尤其是你常需要跟外國人應對的話 這個是一個太強大的一個功能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有沒有傷技 它的傷技太大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聊天機器人這個東西 它不是像過去講的智慧家庭 物聯網 元宇宇宙那種 只是一個概念 好像沒辦法見到實際的 這個商用商業獲利模式的一個東西 它不是 它就是一個很明確可以賺錢的東西 所以既然它可以賺錢 假設 GPT4這個聊天機器人做得起來 當然現在大家都在做聊天機器人 Google啊 百度啊 阿里巴巴 大家都在做 那 這個 雲端的一個服務的話 其實假設Teams這個服務吸引人的話 那Zoom會不會更近 Google面會不會更近 肯定是更近的 所以 所以就會吸引更多的廠商投入到這個聊天機器人 生成世界AI的一個領域 好 那講了這麼多 就是說 大家可能有用過就有用過 沒用過的 你如果真的想要體驗 其實你可以 因為GPT4現在是需要付錢才能用的 但如果你想要感受GPT4 那你又懶得上這個 GPT的一個網頁 那其實你可以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下載 Edge瀏覽器 Edge瀏覽器是微軟出的一個瀏覽器 它就是跟這個Google Chrome是一樣 都是這種大家比較常用的瀏覽器 那以前礦基本上是 就是獨佔凹頭 所有人都用礦 可是最近這個Edge越來越強大 而且它現在Edge除了說 它的一個介面跟人性化之外 它還將它的搜尋引擎 這個BIM也導入了GPT4的一個技術 所以你其實可以只要下載這個瀏覽器 它又變一個視窗 就是這個BIM這個B這個字 你點進去之後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聊天機器人 它採用的是GPT4的一個技術 所以你其實就可以去 在上面直接問它問題 當然我們這個網頁秀的是英文 你其實可以問中文 它是可以回答中文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你可以不用額外花什麼精力 或花什麼成本 你就可以體驗 這個聊天機器人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介面 就是先去下載Edge 然後就是開啟這個BIM 就可以毫不費力的使用GPT4的一個產品 好那我們講了這麼多就是說 聊天機器人這個東西喔 因為它確實是有利可圖 所以吸引了很多廠商的投入 而且這些廠商都不是阿貓瓦狗 這些廠商都是現在全世界最強的科技龍頭 包括Google 包括FB 就是Meta 或者是像這百度 阿里巴巴 騰訊等等 他們都在開發自家的這個AI大模型 亞馬遜也在開發自家的AI晶片 所以其實就整個生成式AI的部分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長線看好 那如果這麼多家都投入到AI大模型 剛才大家思考一下 我們應該要講 你要開發大模型 你要節省時間 你要怎麼樣 你要用更先進的AI晶片 你要用更多顆的AI晶片 所以當有更多顆 或者是更先進的AI晶片被使用的時候 那台廠的先進製程的代工 先進製程設備的供應鏈 ABF載板 AI伺服器的組裝散熱 PCB材料升級等等 這個都是台廠會受惠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認為 長線來講 台廠這些相關的股票 都是可以留意的 那講完電子股 我們來看一下傳產股 傳產股 我們先講餐飲股 因為餐飲股 其實大家應該有發現 今年非常非常的強 今年的餐飲股跟過去幾年不太一樣 因為過去幾年 其實大家不太會去 注意餐飲股的這個領域 因為就覺得它不是主流 但是餐飲股 它其實在今年的股價表現得非常的巧 因為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它悶了太久了 2020年COVID-19爆發之後 到2022年 其實不管是台灣 不管是中國大陸 基本上都是處於嚴格防疫 甚至中國大陸還封城 台灣就是都嚴格戴口罩 大家不能到餐廳去內用的 這種比較嚴格的經營環境 所以餐飲業基本上 其實也是經過一番大洗牌 就是很多不是連鎖的餐廳 其實都撐不下去 所以大家應該有發現 台灣很多的老店 這種老字號的很好吃的餐廳 或者甚至有一些高級餐廳 甚至是米其言餐廳 它可能在這一段疫情期間 它都撐不下去 那這一段撐得下去的 大部分都是連鎖餐飲業 因為資源多錢多 那所以其實就經歷了 三年的一個嚴格封控之後 其實在2023年 正式解封之後 其實在第一季 大家就有發現 餐飲業的一個營收獲利 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大家終於可以上街逛街 終於可以上餐廳吃飯 那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以全世界的餐飲品牌來看的話 比較有影響力的 都還是在連鎖餐飲的部分 不管是星巴克 麥當勞 肯德基 或者是像這個達美 必勝客 海底道等等 都是這種連鎖餐飲業的一個這個部分 那當然台灣也是一樣 因為經歷了過去三年的一個嚴格封控 其實整個連鎖餐飲 他們也在這段時間積極的轉型 網品它是開發這種多品牌策略 那其他家的像瓦城集團 或者像什麼六角集團 什麼的 他們其實也都開發更多的一個品牌 那當很多的非連鎖餐廳倒了之後 這些連鎖餐廳當然就吃掉他們的一個試占 所以在整個現在解封之後 其實收回比較明顯的 就是在連鎖餐飲業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連鎖餐飲業的話 就是現在來看的話 因為第一季得給營收獲利很好 所以股價表現很強 所以短線漲的確實是蠻多的 那現在大家就懷疑說 那到底這樣的氣勢 有沒有辦法延續到之後 那我想這個其實不難回答 大家扪心自我嘛 你母親節會不會去聚餐 你端午節會不會去聚餐 你暑假忘記會不會去聚餐 肯定是會嘛 因為太久了沒有跟大家見面 沒有跟大家吃飯 而且你在過去兩三年結婚 其實很倒楣 你不能辦喜宴 因為你辦的可能也沒人來 那你會不會在今年可以辦的時候 你就辦喜宴 所以我想今年 其實就整個餐飲業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一個 營收獲利的一個 這個高度成長 應該是有機會維持一整年 所以這個餐飲 連鎖餐飲的一個股票 其實也是可以留意的一個重點 那再過來就是說 我們講政策收回股 台灣其實就是缺電 那現在已經4月底了 所以又快到夏天了 所以到了夏天 應該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又會一天到晚跳電 因為夏天的用電量是比較多的 台灣現在就是缺電 那但是缺電呢 它有兩個層面 缺電 第一個發電量不足是一個問題 因為台灣現在要廢荷家園 所以核電廠不斷在處理 那所以你現在只能靠這個火力發電廠硬 那你的風力發電跟太陽能發電還不夠多的時候 其實台灣現在的一個發電量確實是比較不足的 那但是缺電除了發電量不足之外 它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電網的問題 那發電量的部分比較難快速的解決 因為你說要蓋一個電廠沒有那麼快 你要蓋太陽能蓋風力發電也確實也沒有那麼快 它是循序漸進的 但是電網的部分 它是比較可以快速解決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台灣政府為了要解決缺電的問題 其實台電這邊 它也提出了這個台電強韌電網計畫 那這個台電強韌電網計畫 它是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為什麼台灣容易跳電 因為現在台灣本島的電網 它主要是三條345kV的主幹線 進行南北的串聯 龍潭、中寮、龍起是三個超高壓變電所 那這三個超高壓變電所 再將電分散到各地 所以你會發現 北部就是龍潭 所以龍潭其實在桃園的 你桃園的電送到台北 送到基隆其實很遠 那中寮它是在南投 南投的電要送到彰化、台中海線 其實也蠻遠的 那龍起是在嘉義 它要送到高頻其實也很遠 所以台灣只有三個超高壓變電所 確實是不太夠的 它傳輸電的距離會拉得很長 那傳輸電的距離拉得很長呢 它就會帶來什麼問題 第一個就是浪費 因為你在電力傳輸過程中 它一定會造成它能量的浪費消耗掉 所以就是說你本來可能電有100 你可能傳到定點之後你只剩下80 你傳輸的過程越長 它其實會造成一些浪費 那第二個就是說不穩定 因為你傳輸的距離太長 那這個這麼長的距離 你真的很難保證不會有什麼 野生動物或者是一些飛行 去碰到這個電網造成跳電 所以傳輸距離越長的話 當然就會越容易有跳電的一個問題 所以台電它才要去做這個強韌電網計畫 那這個強韌電網計畫 它是10年的大計畫 它是變業的5645億元的一個預算 所以台電強韌電網計畫 受惠的供應鏈 受惠的一些股票 其實它在未來的幾年的一個營收獲利 都是蠻值得可以期待的 那除了說你要興建更多的高壓變電所之外呢 其實台灣政府也積極在解決這個缺電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像離岸風電 像太陽能光電 這個都是積極在做的一個部分 那超高壓變電所除了本來的龍潭 中寮龍旗之外 現在也要興建這個柳科跟貝苗 所以會有更多的超高壓變電所 讓這個台灣的一個缺電的問題是獲得一些緩解 那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台灣的部分也是廣設這個儲能的設備 它可以減少電力的一個浪費 也提升這個綠能的一個使用 所以這個都是政府的一個重大建設 那所以在整個台灣非核家園的一個計畫之下 太陽能風電 太陽能風力發電電動車跟儲能 這個都是長線可以佈局的一個重點 營收護利展望 也其實長線都受惠政策 是可以樂觀的來做看待 所以這個也是第二季拉回的時候 可以留意的一個佈局的一個重點 好那以上呢 是今天的講座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被今天的崩盤給擊倒了 兔年就是先蹲後跳 蹦蹦跳跳 第二季的回檔 第二季的蹲一下沒有關係 因為下半年其實我們是蠻樂觀的看待台股的行情 暫時忍耐一下 下半年行情是值得可以期待 所以第二季就是拉回找買點的一個時間 好那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操作順行 那這邊是免責聲明 就今天的一個報告內容 請共參考 投資人還是要自行做這個斟酌 自行做判斷 好那再過來我們共商時間一下 就是說我們統一證券跟統一投顧 其實都有針對很多的議題 不管是總經不管是產業 不管是一些展覽 不管是一些個股 做很多的一個議題的探討 我們都會拍上影片上傳到YouTube 所以大家一定要 加入我們統一證券 跟統一投顧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接收到最新的一個財經資訊 那以上呢是我們今天的投資講座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